大家好 我是Amanda 我们来看3月20号到3月26号的星座运势 本周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行星的变化 就是流年的冥王星进入了水瓶座 流年冥王星进入水瓶座 其实它会在水瓶座 在今年当中会进来水瓶座 然后退回摩羯座 到明年再进入水瓶座 所以来来回回 但是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首先受到冥王星进入水瓶座的影响 我们会可能会发现 生活当中有一些 你想都没有想到的一些这种 通讯软体 通讯媒介 甚至是一些新颖的科技产品出现 但是也要非常留意 自己一些资讯资料的保存 要小心有一些大规模的 突然之间的一些资料上的损失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资讯 储存在云端的话 可能还是要多做备份 会是比较安全的 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 未来的目标计划 有可能受到严峻的考验 一些现实的状况 让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未来的方向 另外本周流年的火星也进入了巨蟹座 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有机会我们在周末假期的时候 整理一下居家的环境 你知道把一些真的用不到的东西就淘汰掉 不要让那么贵的这个房子 让这些用不到的物品居住在这里 对不对 空间焕然一新 我们的心情也会随之开朗起来 以及跟家人之间 很可能会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出现 所以跟家人在说话 在沟通的时候 不管是口气上 或者是一些用字潜词 可能都要比较和缓一点 这样子可以避免不必要冲突的发生 接着我们来看 个星座的星座运势 首先牡羊座的朋友 可能已经在恋爱中的牡羊座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感情真的出现状况 已经很久的牡羊座 能够这个静下心来 理性的思考看看 我们这一段感情到底要继续走下去 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的方向 金牛座的朋友可能会在工作场合 有时候是同事的一些无心的话语 或者是老板的一些这种 很随便 很随口的一个说明的内容 却让金牛座的朋友听到心里去 产生一些情绪上的一个起伏 双子座的朋友 可能我们的一些真的就是工作的一个表现 工作的计划 或者是投资理财的一个计划 受到一些很实际的阻碍 然后需要双子座的朋友们 发挥我们灵活变化的一个这种巧思 来解决遇到的难题 巨蟹座的朋友 我们其实对自己的要求蛮高的 眼以律己的个性 其实当然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品质 这个美德 但是却会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对身边的人相对的要求也不低 而进而造成一些人际互动上的困扰 所以这些座的朋友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对于对方的要求不要太高 免得伤了和气 狮子座的朋友又要提醒狮子座 这一周其实蛮开心的 很多的聚会活动 但是享受美食之余 自己的体重 甚至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个保健 也不要轻忽了 处女座的朋友呢 提醒处女座 在办公室里面 可能会有好多的同事间的耳语出现 那一些不必要的闲言闲语 我们不必理会 好好的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自己的一个成果才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表现 天秤座的朋友 在工作场合可能自己的意见跟同事 有非常大的一个冲突 所以我们需要很努力的在捍卫自己的意见 好好的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对待自己工作负责任的态度 天蝎座的朋友呢 其实如果我们觉得感情出现一些状况的话呢 提醒天蝎 多去聆听恋人的心声 不要什么事情都是我说了算 真心的去听一下 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这个对于两个人互动上的一个和谐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射手座的朋友 如果我们有置产的计划呢 可以慢慢的留意 但是一个前提是 现在开始 手头这个花费 就要更理性了 毕竟呢 你真要先存下第一桶金 才有机会真的买房子 对不对 摩羯座的朋友 会遇到有一些预期的收入 但是却没有进账 那这样子呢 可能会造成我们财务上面的一些 吃紧的状况 所以如何的节流 也是摩羯座的朋友 本周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的 水瓶座的朋友 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 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 当我们不要纠结在过去原有的思维模式的话呢 换个角度来看待 心情也能够比较开朗 开心一点 双宇座的朋友提醒哦 要准备一些这种应急的资金 以防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突发状况 那临时需要用钱的话 如果手头上能够有一笔应急的资金的话 比较能够从容以对 以上就是本周的星座运势 提供给大家参考 感谢观看